圆哥是一名灵活飘逸,爆发输出且拥有多段位移的刺客英雄。 被动,秘术操控。 除复活甲外,傀儡可以继承圆哥的全部装备及buff效果。 傀儡被杀死会暴露圆哥的视野,同时对圆哥造成短暂眩晕,并禁止使用傀儡一段时间。 每当傀儡被收回,圆哥都会清除控制效果并获得一个短暂的加速效果和护盾。 圆哥的被动技能使得他可以操纵傀儡在较为安全的位置骚扰敌人。 即使本体被控住,也可以利用被动快速地解除控制效果。 圆哥本体为远程输出英雄,可以触发破晓、仓穹、速击之枪、逐日的被动效果。 注意,伪装起来的傀儡,一旦傀儡暴露,即使击杀傀儡,可以很好地限制圆哥的技能连招。 一技能,秘术影,秘术龟。 圆哥将傀儡向指定方向制出,对路径上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击飞效果,并开始操控傀儡。 傀儡会模仿敌方英雄,使其难辨敌友。 傀儡超过圆哥2500范围5秒后,自动收回到本体位置。 操纵傀儡时,收回傀儡到本体位置,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。 制出及控制傀儡。 利用傀儡完成后续连招技巧,和圆哥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距离,以免被圆哥制出的傀儡击中。 二技能,秘术指除轮,秘术T。 圆哥在短暂延迟后向指定方向指出四枚暗器,对路径上敌人造成物理伤害。 敌人受到多枚暗器命中时,伤害衰前。 操纵傀儡时,第二个黑圈内将傀儡和圆哥位置兑换。 第二个黑圈外,则圆哥先被拉向傀儡一段距离后,两者互换位置。 此时,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。 束缚状态下,将圆哥拉至傀儡方向并开始控制圆哥。 圆哥的二技能在不同状态下的效果是不同的, 且二技能在操纵圆哥本体时为主要核心输出技能,与敌人节的一技能类似。 圆哥的二技能需要根据战场形式来选择二技能的适用形态。 时刻注意圆哥和傀儡的位置,以便在圆哥使用二技能后及时调整攻击目标。 注意不要在圆哥和傀儡中间长时间停留。 三技能,秘术十字闪,秘术腹。 圆哥甩出丝线向后拉扯。 每根丝线都可以对命中目标造成物理伤害。 背两条丝线命中的单位将会受到额外物理伤害和减速效果。 操纵傀儡时,傀儡对附近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减速效果。 再次释放第二段三技能,傀儡进入束缚状态。 在短暂延迟后持续眩晕,范围内的敌方单位。 操纵本体时,释放三技能,圆哥会位移一小段距离,可做逃生使用。 同时,尽量时的敌人同时命中两条丝线,造成额外的伤害。 并且三技能是操纵傀儡进入束缚状态的核心技能。 合理使用十分关键。 及时离开傀儡的控制范围,以免被二段技能眩晕。 如果不幸被圆哥控制,呼叫队友激活进场的圆哥。 四技能,秘术散,秘术突。 圆哥立即消失并清除控制效果。 在短暂延迟后,出现在范围内的另一位置,可以在被控制时使用。 操纵傀儡时,傀儡向指定方向冲锋,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。 同时将圆哥拉至傀儡位移前的位置,可以跨越地形。 束缚状态下,立即将控制权转向本体。 圆哥主动进化技能,利用该技能还可以跨越地形。 如果可能的话,尽量选择单体爆发高的英雄。 例如打起孙悟空,直接秒杀傀儡。 傀儡被击杀,圆哥会暴露视野并且被眩晕。 离开了傀儡的圆哥非常弱势,可以顺势击杀。 也可以利用高机动性的英雄,直接找到圆哥本体进行击杀。 圆哥的连招技巧为一,常规连招一,三,三,二,二,三。 一技能释放傀儡,打出傀儡三技能第二段束缚控制,接二技能控制权切回本体。 本体使用二技能,最后三技能打出伤害。 二,追击连招一,四,二,一,二,三。 一技能释放傀儡,秒杰傀儡四技能,接二技兑换位置,再次使用一技能切换本体。 最后使用二,三技能完成追击。 三,团战连招。 一,四,三,三,二,二,三。 一技能释放傀儡,四技能接三技能第二段束缚,二技能切换本体控制权接三技能和二技能收割。 圆哥连招相对复杂,玩家可以根据战场局势灵活应变。 在本体和傀儡之间合理切换,迷惑敌人的同时也使得伤害输出最大化。 圆哥的被动技能使得他很难被敌人控制。 利用傀儡对敌人输出的同时,还可以使用多段位移来迷惑敌人。 再加上自身爆发及控制能力较强,操作得当可以很好地完成收割。 需要注意的是傀儡和本体的距离,控制在合理的距离以免无法打出连招输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